然后后来您那天又说 赶快看一下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9月13日 就是在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在一个国际关系的学院 他做了一个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 就是重整美国的对外政策 也是以中共为 就是为主要的这个靶子的一个 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 就是在这个演讲里面 他有提到 他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新的时代开始了 而且他首先就是提出 中共就是全世界所面临的 一个长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而且他讲到 中共不仅说是要 重新调整国际秩序 而且他具备了军事外交 和这个很多的实力 同时也讲到 北京和莫斯科正在联手 这个是距离新中国联邦的爆料 是9月7号是一个礼拜 美国就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是180度的一个大调整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拜登的政府 包括是国务卿或者是财长 这个耶伦 他们都说我们要不脱钩 对吧 我们要跟中共要继续的去保持 但是从9月7日 新中国联邦大爆料 以及这个他们没谈成以后 美国的这个对外政策就出现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 我是没有惊讶 因为我坚信 就是新中国联邦的爆料 可能很多的就是咱普通人 不一定能理解或者接受 但是真正的 有背景的 或者说情报及格的 他们非常在乎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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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